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病感染 然后被喂给抗生素 每一年 成吨成吨的抗生素适用在鸡的身上 你觉得这些药最后都去了哪里 没错 吃货的肚子里 还有通过粪便污染进入到我们所有人喝的水里 你不会认为鸡丝料是有机的对吧 所以里面的化肥浓药也可能到了鸡肉以及鸡蛋里 好吧好吧 我可以丢到鸡腿 不过你听着 如果只有转基因玉米和鸡腿的话 你吃哪个 当然要玉米了 别傻了 如果人都要吃转基因玉米 你以为鸡吃的会是非转基因的吗 想想一只鸡一辈子吃了多少转基因玉米吧 太可怕了 那我能怎么办呢 去了解下食物的真实代价吧 为了您自己的健康 为了地球 为了动物 感谢您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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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尽 互相